网络科技业者Uber及UberEats从预防追踪保障三大出发点宣布多项安全新功能 向使APP提醒乘客上车后系好安全带 提供搭车过程中加密录音 也针对外送车辆搭乘服务推出第三人责任线 交通部也支持业者持续提升安全防护网 在上头盔模拟上路驾驶 业者同时推广交通部机车道路驾驶训练计划 并找来多位交通部官员站台 吸收产观学界 此外正值UberEats5月宣布合并 辅庞大公平会进入审查阶段 民间提出忧虑尤其在个人资料保护上 1500万的国人的个资 其实是储存在各家外送平台里面 如果两家平台合并成一家的话 那会不会掌握到过多的国人的个资 假如通过的话 那这个就太麻烦了 消费者所有的就是要买外卖的商品的资讯 他全部完全知道了 他大概80%到90% 台湾超过三分之二民众用过外送服务 决翻住家地址 信用卡资讯联系电话 外送平台取得个资 堪比金融业 有心人士更是希望 能够进到他的这个网站里头去 他的资料更成为大家 也觊觎的对象 这次会议科技法律研究所专案经理 郑嘉义也指出 国本一子和福邦达合并之后的平台 将拥有大量的用户数据 可能面临数据泄漏的风险 海话数位平台应受更严格的并购管制 如何拿捏也成为主管机关一大难题 新台利亚电视王冠林高建伦沈为彤 台湾台北报道 感谢观看